好 这边的话 果然天赋一个没错 结局对阵狼队第二局上半场 张皇挽留今生 我刚才就应该说爱丽不是这个天赋 我再给大家送一副蓝牙耳机 为什么我不能自信一点呢 因为我今天的脸被打了很多次 我也不是很敢说话的现在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 但是有的事情它发生了多了 我可能也有点害怕 看一下吧 这个局 其实这手破轮拿出来呢 有一定的风险呢 但破轮这个角色呢 他比赛现在上的不多 大家打破轮的熟练度不知道怎么样 特别是GH这边 我们好像没怎么见过GH的穷者打到破轮 爱丽的破轮 我还是蛮期待的 上来的话直接找到GX 一滚滚上 然后 一刀没追中 夹子的话两秒钟 这边板子赢下了 必吃一刀 这句话能不能 还好没说 这夹子没丢中 但没关系啊 这边的话这刀跟上来 有了 一刀打中 爱丽 张皇配上这个存在感 直接起轮形态 一滚一个悲观 前期的击倒还是挺快的 金身CD都没好的 开尖刺 一滚 可以 那古董商这边可能会来保一手 但人家这边是个金身 看古董商 金身直接顶 一个悲观 丢夹子 要来追伤害古董商交飞轮 这波飞轮交完古董商的状态还不错 能不能来保 好像距离不够 距离不够 因为金身已经交掉了 待会看大约 古董商其实是可以过来打架试试看的 目前这个开局呢 爱丽宝平真胜 这句话 不过分吧 古董商直接来救 一滚 两滚 你古董商可是一刀没啊 我换抓 我换挂你就好了 直接换挂古董商 这个这波 古董商来救人 我觉得没道理啊 你这个状态 保人 有可能把自己搭进去的 求生者这边 怎么有一点点 我感觉求者这波 有点上头啊 不是 你们上一把 三跑归三跑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打呀 因为破轮 这个角色到二阶 那你前期跟他打 给他更多的存在感 他到二阶 这波啥都没打到 有点难受 看待员过来了 这波 如果能够 让爱丽打一刀 古董商 古董商再挂上的话 这个局就是个四抓局 现在古董商 两鬼滚上 我也不需要什么戏谑了 对吧 两鬼滚上 你反正飞轮当着我面交的 一棍 两棍 我精神一刀 爱丽这里也是脾气很大 直接精神一刀 不拖了 他当时如果等个悲观的话呢 也不是不行 他可能比较有信心吧 这边能够处理掉看探员 看探员这边来拉扯 有个飞轮的 再来 吸 有 这波吸下来 再追一刀 看探员的话 下一块磁铁时间不够 二挂 二挂 古董商的棍子是已经交完了 看探员这边还要来吗 这个磁铁没必要丢 对这个磁铁没必要丢 丢了也是浪费 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 傭兵和看探员 娃娃也过来 娃娃也过来 这个娃 直接捞下 古董商这边有飞轮 爱丽应该是知道的 所以说他这边的话 戏穴是肯定中不了的 他要选择再滚一下 戏穴 一刀 但是这个窗口被爱丽抓到了机会 这波我觉得古董商这里 其实没有必要打这个窗 磁铁丢 爱丽放 不得不说481这个勘探员 他对于磁铁的一个 这个把控真的有点东西 一块磁铁能玩好几次 爱丽这边赶过去 要去管密码机 这密码机的话 已经修到了九层 两个人在这边抢 一波切形态 过来找这个佣兵吗 佣兵一个护臂拉开 球者这边的话 看探员也是慢慢过来 球者这边 机械师半血 其实应该走了的 我觉得技艺师没有必要回头 再来蹭这个密码机 你外面两个猛男哥哥在 你在这边蹭密码机 可容易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一个开门站的突破点 这边密码机点亮 一板子金身 破板 佣兵这边在翻箱子 佣兵好像想把自己的户币 给到这边技艺师吗 481这边看探员 也在附近 佣兵在搬运道具 一个悲观 先报导 好 我又挽留 看到了这双红眼没有 你丢磁铁 胆子可挺大呀 丢磁铁 看到我这副红眼没有 这里的话 佣兵还得回来打 斯盖夫这边 再跟队友进行沟通 看他 看斯盖夫的表情 其实他的表情 还挺轻松的 一个护臂跳过来 先捞下来再说 看待员这边的话能教自己 捞下来 看待员 哎 481 你别说啊 这看探员 真的玩得挺不错的 真玩得不错 他的看探员 这局的一个作用很大 这里的话 爱丽似乎很难再留人了 机械师这边的话 爱丽两秒钟以后有夹子 夹子夹中了吗 夹中了 好的 平局 漂亮 两边打的都很漂亮 但是就这局 我觉得街区 打的有些点上面稍微的有点急了 稍微的有点急了 感谢了 大家看下来 我们下期再见 loan那样的 知悉 我们下期再见